另外来看到就是监察院调查了总统府战略顾问霍守夜被引设卖官的案子 认为说他是被冤枉了 那么监察院发现说钱克林志从 他主导了后辈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袁孝龙的买官案 为了打通关系呢 主动的帮袁孝龙的属下来装潢新居 刚好找来的是霍守夜的女儿负责设计 那么外界的顺势把这个霍守夜 这个口中的母亲这个霍妈妈就误认为是霍守夜了 那么花了600万元买了上将的袁孝龙 他企图要找林志从来做这个50万元的买钻件 送给可能的新任国防部长太太 那么事后不成他被监委约谈 坦承退伍之前的贪念真的是作伪心事 他觉得很后悔